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波杜全世界》 我是郑宏怡 嘿!和你最会来开港 大家好,大家好,安安,我是郑宏怡 欢迎收听今天的《波杜全世界》 我们今天再度邀请到郭玉仁博士 他是国策院的副院长 也是中山大学亚太区域研究所的所长 郭博士,你好 郑大哥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那这个玉仁兄啊 来整个边,我觉得分析都非常的精辟 全世界的政治情势 其实都在演变 很多事情都关乎到台湾的未来 那我先请教你 你看拜登会玩吗? 还是给你动作老师 没问题 拜登按照他自己的讲法 除非上帝现身 不然他是不怕算帮人 那是他自己的意愿 可是6月27号第一次的这个政见会 这个是对拜登是非常大的伤害 因为其实这个政见会之前的民调 就是普选票的民调 大概是特朗普是大概48% 然后拜登有到49% 可是6月27的辩论会之后 整个情势逆转 这个特朗普的支持率高达49% 拜登达到47% 而且 CNN当天的民调 就是认为说 这个信任哪一位 来当下一任的美国总统 川普的支持竟然高达67% 可是拜登竟然只有33% 如果今天马上投票的话 大概川普可以拿到292张 选举人团票 那拜登只有246张 在中共538张里面 所以6月27号对他伤害是非常大 之前其实因为G7在意大利 5月底的时候 拜登在那个场合 那个是一个对美国来讲 非常重要的国际场合 也失言 然后也常常呆滞 然后不知所措 全世界都看完了 所以这个对他的形象伤害非常非常大 那他本人当然不太愿意换人 民主党的党代表大会是八月十九 所以还有一段时间 那所有的potential candidate 就有可能可以取代他 大概就是现在的副总统Harris Harris 赫锦利他基本上意愿也不高 那这样 然后加州州长 那个 纽森 对 他的意愿也不高 然后再来就是密西根的州长 他这几个其实 不太愿意在这个阶段去接 因为你接下来有 第一个是准备的时间 第二个是你会有包袱 而且你会背上一个骂免 所以基本上 如果拜登的身体状况 可以维持的话 主要是他的医疗团队 如果可以维持的话 然后到八月十九号 我觉得换掉拜登的几率不太高 不太高 不太高 对 美国总统会上升 这个可以从两个层面来分析 第一个层面当然就是 现任者的优势 在战后到目前为止 十三个总统里面 只有四个没有联任成功 包含1977年的福特 1981年的那个Jimmy Carter 1993年那个老布希 跟现任2021年的川普 基本上这四个人 之所以没有连任 绝大部分是因为 当时的经济状况都不好 可是我们现在看 美国的经济状况 其实是蠻不错的 失去率高八分级洗测油 所以如果以现任者的优势来看 这个是有经过概算的 大概现任者优势连任 大概都超过百分之六十九的 几率以上 这是一个层面 那第二个层面 就是刚刚 郑大哥问到的 包括他的身体状况 其实对他最大的考验 还不是8月19号的民主党的 党代表大会 对 反而是提名 正式提名之后 从8月到11月5号 有两个月的 将近三个月的时间 他全国跑跑 那个对他的身体 体力 身体状况 健康状况的考验 是非常非常大 对 所以说你在那两个半月里 你再有这种 异常的行为 突然又呆滋 那对他的选情 当然 杀伤力就非常非常大 反倒不是提名于否 对 那 所以伤会掉 如果综合这两个因素来看的话 就现任者的优势 跟拜登的身体状况 我觉得川普的几率相对高 那川普哪有对待的应用是什么呢 定位经济学人 有这 六个主要的摇摆州 的分析 在6月27号的政见会之后 这六个摇摆州 川普当然超过2%以上 所以没有意外的话 应该是川普的动算 那川普当选跟拜登 他有这个连续性跟不连续性 连续性的部分 第一一定是对中国的贸易跟科技斩 会继续升级 因为其实从去年的5月 一直到现在整个竞选过程 只要是川普 川普每次说要把中国安装 拜登就会跟进 拜登如果说要把中国安装 川普就可以加码 对对对 拼击 所以这几乎是美国朝野两党的共识 纵使明年换成共产党执政 一定会升级对中国的科技跟贸易战 这是俘虫 第二个最大的延续性当然就是救国内经济 因为现在美国选民最关心的三大议题 第一个是经济成长 第二个是通膨 第三个是犯罪率 所以这个一定是延续的 第三个延续性就是对盟友之间的关系跟架构 可是这一点虽然说有延续性 可是做法会不一样 川普的做法比较 相对比较走孤立主义 所以川普如果明年1月20号 回国白宫的话 接下来有三场大戏 第一个就是五月份 五六月份的G7 来的七月份的北约76周年的奉会 再来就是11月的G20 你大概这三场就看得出来 他执政之后的大概七到八个月内 你就可以看得到 尤其最关键的就是他对欧洲的关系 因为他上一次执政 从这个17到21年 对欧洲关系搞得非常糟糕了 那当然是跟梅克尔有关 因为梅克尔作为这个 欧洲各国的领袖 他非常非常讨厌川普 川普也非常讨厌他 梅克尔假如他近平 梅克尔伸手要跟他握手 川普就终于没看到 可是现在已经没有梅克尔因素了 而且是川普如果第二次执政的话 他会相对比较有经验 在处理这些国际事务上 但是问题还是出帝 他对欧克兰的态度 他从去年五月开始讲到现在 他的心不戒就对了 川普有一个特质 他对一些国际议题 他是完全不了解 你都别跟他问 你如果跟他问他一定有想法 你如果不跟他问 对对对 你不跟他问他都没想法 但是你如果变跟他问他就有想法 所以他去年五月一个最有名的 这个接受应该是Fox News 访问的时候 他就说他24小时内 会解决掉乌克兰战争 去年五月讲去年的9月他有说明 为什么他可以24小时内解决 他的意思就是说 拜登的quality 作为一个人 拜登没办法跟普丁跟Zelensky做朋友 做真心的好朋友 可是他可以 所以他可以同时跟这两位领袖 坐下来谈 所以24小时内可以签这个peace treaty 可以签和平协议 他的意思是这样 他有说明 所以他是有做法的 你如果不跟他问他 原来是连想法都没有 你跟他问他有想法 以外还有做法 所以这个也是 就是欧洲各国最担心的一点 就是说川普执政的逻辑 基本上跟拜登不一样 拜登是跟朋友一起努力 对 可是川普是跟敌人一起努力 这是完全两套逻辑 你也不能说上对上不对 我们就从北韩的例子来看 金正恩从11年上台 一直到现在 只有一年没有打飞弹 就是2018年 因为那个时候川普 跟他三次峰会 第一边在 在新加坡第一边在越南河内 对 所以其实那个时候 又差一点我两个都要上 诺贝尔和平奖 因为2018年突然 北韩完全不打飞弹 所以你也很难说 哪一个逻辑比较正确 因为对川普来讲 他一直认为说 美国花了这么多资源跟时间 在跟这些盟友打交道 可是一旦出事的时候 盟友都照料料 没人要打三天 这个其实也是实情 这个美国当时 联合国安理会反对 结果美国还是出兵 这个伊拉克 只有两个国家要支持 一个是英国 一个是澳洲 这两个这个 煞雪盟友 会打三天 其他的盟友都照料料 所以这是川普的 国际政治的逻辑 他觉得你跟朋友这样 嘎吞 可是真的出事的时候 没有人会来帮美国 平常没有战争的时候 大家要在美国便宜 对 这是截然不同两套的执政逻辑 对 有点实际 我想说 其实川普的想法 其实也可以理解 想说可以理解 譬如说 我欧洲北约我在当头 我出那么多钱 那像俄乌战争 照理说是欧洲 你们就在隔壁而已 你们都不出钱 然后要往美国一直出钱 所以第一个就是北约 你们要多出一点钱 第二个是俄乌战争 那是你们的 主要是你们的战争 你们要多出钱 第二个是亚洲 韩国跟日本 都是我在派美国 那些 虽然 虽然是美国当然 从中有利益 可是主要还是你们的利益 你们都不出钱 一直叫我出钱 所以老实讲 美国再这样下去 它的庞大的负债 那也是下神 会把美国压垮 是啊 郑大哥他刚才说 其实有具体的例证 2014年 俄罗斯併吞克里米亚之后 美国跟北约 美国就要求北约各国 你们的军费 占GDPP 要3% 2014年 直到2022年 乌克兰战争爆发 有落实的只有8个国家 那2022年 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后 又多4个国家 有增加到3% 这12个国家 通通都是在乌克兰附近的 其他的国家都没有 包含德国、法国 这两个整个欧洲最大的 两个经济体 都没有到3% 所以 就大家承平时期 都占美国的便车 占便宜、占习惯了 所以川普总有这些 执政的逻辑 就如刚刚郑大哥所说的 其实我去美国 我也觉得美国真的 让我感觉是一个很奇怪的国家 譬如说 我去那大山市 那很爽 街道很多本数 就飙了飙去 第二是 不要说晚上 人家就晚上说你不要去那里 那个很危险 现在有时候白天 人家也在跟我说 连白天都不要去 我在想 奇怪 这不是世界最强的国家吗 怎么会这样呢 为什么 其实也不是 今天就这样 我是90年代去美国留学 我第一次到旧金山 那个飞机降落的时候 我看一下地面 我想说奇怪 我怎么摘到飞机 路很坏 对吧 对 公共建设路很坏 对 到学校的时候 包含学校的基础建设 那在90年代 正好是所有 美国公立大学 最穷的时候 嗯 那真正 没有一间 教育的佩蕾是完整的 啊 一定都有破 哦 很严重 那梦关不起来 都正常 連便所梦都关不起来 都正常 他的公共建设 其实一直有 非常大的问题 对 啊 基础建设 跟一般的 社区 的建设 因为美国的地方 行政制度 叫我们比较不强 对 他是 如果是富人区 地方政府收的税多 他的公共建设 都做得很好 对 啊所以 我那天在美国 就有 在说一个笑话 就是说 你其实 也不用 特别知道说哪里 房地产比较贵 你就塞一条路 岸头塞到尾 那路很帮废 可以这样跳来跳 那就是买区 那路都很平顺 那就是买区 对 所以他地方行政制度来讲 说好听是多元 说不太听就是 贫富不均 贫富不均 状况非常非常严重 是 对 这 游民较多 都是集中在 当趟 都在市中心较多 所以这个也导致于说 到 刚有提到嘛 现在美国选民很关心的第三大议题 就是 治安 治安的问题 对 老实说是非常坏 对 我刚好 五月二三 因为 赖总统五月二十就职嘛 我二三号到那个 史丹佛大学 Hoover Institute 就是 胡佛研究所 去开会嘛 我也去旧金山洗 跟我当时九零年代去的 九金山市区 是完全不一样 都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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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啊就犯罪率太高啊 犯罪率太高啊 犯罪率太高 因为贫富差距 贫富差距高 啊就是 犯罪率就会提高嘛 对啊 甚至说 连抢案 现在犯罪率已经不要说 连抢案 都要分说 超多少钱 才有生无罪 九百亩以后 对 九百亩以后就清罪了 对啊 美金耶 对啊 所以就是这样 这个贫富差距 最严重啊 尤其美国这种高度资本主义的国家 那种治安不好的状况 会更明显 钱拿出来 给我一千块 这样不行 给我九百就好 对啊 哈哈 这样我才能清罪 对啊 所以我去美国 第一个我发现说 不好意思 他们普遍很多的回胖 这个国家一定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人民的回胖 很严重 对啊 第二个事情 所以我感觉说 奇怪 你的回胖 你不然会对这种贡猪要怎么吃 会比较健康 第二个事情就是 我 起到基庭 我也觉得他们的基庭老旧 对啊 基础建设是老旧 但是美国这个国家就是 应该说 这个是我们在美国的时候 美国人自己也会讲 美国这个国家 其实只靠最尖端的百分之二的人 哦 他不管在经济贸易 金融 科技 产业 甚至军事 政治各方面 都靠百分之一的人 在轟这个国家 对 所以他到目前为止 在各个领域 还是全世界最强的国家 所以我感觉后来把川普的话细细咀嚼 我觉得他讲的话 不无道理 是 就是美国被人家占便宜到这种地步 那如何振兴美国 就是他要想一些办法出来 要这样走下去 他真的会往下走 是 好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 国策院的副院长 也是中山大学亚太区研究所的所长 郭玉仁博士 那刚刚郭博士 谈到了这个美国总统 接下来选举的发展 那另外啊 其实是 刚刚也有谈到北韩 那最近 这个俄罗斯的总统普丁 去访问北韩 然后跟金正恩见面 我请考 这个到底 是一个什么样的部署 回答政大科学的问题之前 我先自己继续一下 国策研究院底6月20号 举办了这个 朝二峰会的座谈会 我大概是全国唯一一个 有精准预测到说 这个峰会是在6月19号 嗯 对 因为当时媒体有在猜测 不是只有台湾的媒体 也包含美国 包含韩国日本的媒体 都有在猜测说 不定有可能是先访问河内之后 回程才到北韩去访问 我长期关注这个北韩的问题 所以我当时的判断 我甚至把普丁迟到的习惯都列入考虑 哦 因为当时有可能是6月18或19 它是6月19号的 才是2点多 到平壤 金正恩一直在那里2点多 凌晨2点多 凌晨2点多到的 为什么会有这一次的访问跟峰会 所以普丁习惯迟到 普丁非常习惯迟到啊 这是一种故意的策略 故意的策略 而且全世界都知道 故意迟到来看对方的诚意跟耐心 哦 再来决定怎么跟他谈判 哦 所以他跟 包含之前已故的 这个日本安倍首相 哦 见过很多次面 几乎每一次都迟到 迟到多久 迟到看场合啦 从这个几分钟到几十分钟都有 然后他甚至于跟习近平 峰会他也迟到 所以这个普丁迟到 故意藐视敌人还是 对手 故意制造一个状况来看你的反应 哦 因为冀明 1.5事先都有一些事务性的协商的 事情都已经底定了嘛 既然见面就是要谈判 所以普丁是非常刻意的 有这个持到的习惯 要看对方的反应 再来决定怎么谈 哦 那为了人被人就对了 到目前为止都没人被人被人 哈哈 大家都吞下去了 都吞下去了 对 包含习近平也吞下去了 噢 对对对 所以他这个是非常惯常的 这个习惯这大家都在 嗯 对 而可是各国领袖 各国的元首 还是乖乖 时间压在那裡等 這有意思,稍後你逼我了解 就是我看那個毛澤東傳 他就是在接見賀魯雪霧 在游泳池接待他 穿泳裝 穿雲口 然後批個毛巾 然後這個賀魯雪霧勝裝而來 他說那個是故意在修辱他 然後也讓他等很久 然後毛澤東到莫斯科去的時候 這個他也好像兩個月才見到史達林 意思就是說這個都是一種策略的利用 所以為什麼有六月十九這次的峰會 我記得我之前來鄭大哥節目 我曾經有說過 也有預判過 後來的事態發展跟我的預判都是一樣的 厲害 就是說這個原油當然是2022年的 2月24號烏克蘭戰爭爆發 爆發之後不如普丁所預期 這個戰爭並沒有在幾天或幾週 甚至於幾個月內結束一片消耗戰 那消耗戰之後當然就會加大 俄羅斯對中國的經濟依賴 可是普丁是戰略高手而已 不是省油的燈 所以他其實從2022年的6月開始就在打北韓牌 對 所以有幾個比較著名的事件 我們台灣當然對北韓的情勢並不是那麼關注 不過其實這個事態的演變是關乎台海的和平穩定 第一件事情就是在2022年的9月25號 對 那個是北韓非常正式的 他還給你拍影片給你看 第一是發射這個潛射的導彈 然後一樣是2022年的10月4月 從潛水艇打出來 對 他要給你看它的技術有長足進步 這個技術當然是俄羅斯提供的 中國不會提供給北韓這麼先進 具有威脅性的軍事科技 所以9月25號 怕這個潛射飛彈是第一個 再來第二的就是 一樣是2022年 10月4號 他打這個hypersonic 就是我們講的高超音速飛彈 彈道飛彈 這個高超音速hypersonic 基本上就美國日本在 美國日本還有韓國 到目前為止的飛彈燃結系統的雷達 都是非常難偵測的 所以他的這個飛彈技術 從2022年開始就有 這個長足的突飛猛進 一直到今年 其實已經有兩次 北韓打短程彈道飛彈 日本美國韓國三國都沒有抓到訊號 他的雷達都沒有抓到訊號 那這個是非常大的威脅 第三大的事件 就是在2023年的4月14號 他打火星18 在那次的試射之前 都不知道有這一型飛彈 那他也是北韓第一次 他那個火星18是取代火星17 他是洲際彈道飛彈 他的彈頭的圓錐狀 比火星17要大非常多 這個是美國的研判 這個大型的圓錐彈頭 有可能是植母彈 然後他是用固態燃料打的 那一次的試射彈頭的動能 可以超過6500公里以上 要打到美國本土是綽綽有餘 對 所以這三次的大事件 就是證明了 這個俄羅斯在2022年之後 大幅的這個提供彈道飛彈 甚至於有可能是 這個戰術核彈頭的技術給北韓 那這一些當然都在後來獲得證實 北韓在東亞開始惹事 他造成的是兩個結果 第一個結果當然就是 美日韓就結束了 所以才有去年8月18號的大衛營 美日韓的峰會 第二個效應就是說 當北韓實際上他的軍事能力 有大幅提升的時候 北京離他太近 所以他實質上是對北京會造成軍事威脅 所以在今年的1月29號 那個是史上第一次解放軍 把本來專門為台灣設計的 英籍62號飛彈 把他部署在山東半島 那個針對北韓的意味 就非常非常明顯 普丁打北韓牌來牽制中國 這個對中國來說當然威脅很大 就是double hostage 就是相互綁架 普丁跟習近平 所以金正恩在去年的9月13號 訪問東方港 跟東方火箭發射廠 訪問俄羅斯 訪問俄羅斯 依看普丁之間有達成一些秘密交易 那在那個時候其實金正恩就邀請普丁要訪問 近年的1月16日 北韓的外交部長崔善基訪問莫斯科 非常罕見的普丁也接見 普丁也當面這個承諾 今年的3月要訪問這個平壤 最後一則新聞是今年的3月6號 俄羅斯的駐北韓大使證實 普丁即將來訪 到三月設計醫藥就完全沒有新聞 取而代之的是3月底 普丁訪問北京的消息開始出來了 那中間這個過程就是 北京花了非常大的外交資源 以反客為主 所以他是用國事訪問來邀請普丁 所以比較有五月日子 意思是說他怕他先去別人再來北京嗎 對 因為中國很清楚 習近平很清楚 普丁這次再去平壤的話 一定會達成我們現在看到的 6月19號的這些協議 對北京是完全不願意見到的 所以比較有五月日子 普丁訪問北京 國事訪問這件事 那這件事情裡面 最關鍵的兩個議題 普丁跟習近平之間 第一個當然就是 普丁希望西伯利亞2號的 天然氣管線的工程 這個習近平可以統一 就是要賣多少能源 給北京就對了 對 北京 中國現在經濟的壞 他現在也不需要那麼多能源 對啊 你再加大對俄羅斯的經濟援助 美國跟歐洲 對中國的態度又會惡化 第二個是普丁希望 中國可以提供實質的軍事援助 包含這些彈藥 他最需要的彈藥 短程彈道飛彈 中國當然不敢 所以雖然5月27日很盛大的國事訪問 結果還是中國還是做不到 中國是態度是猶豫的 而且現在俄羅斯跟烏克蘭的消耗症 對中國其實是好事 因為可以消耗到北邊這個最大的威脅 跟中國有接壤 所以果不出其然 如同我之前所預料的 訪問完中國之後很快的就有消息 說他要訪問越南跟北韓 其實俄羅斯其實在前置中國 有三個很重要的國家 一個是北韓 一個是越南 一個是印度 這三個國家之前 俄羅斯會直接賣武器給印度跟越南 可是從來沒有直接賣武器給北韓 因為他知道北韓這個 對中國的直接威脅太大 所以俄羅斯以前對於北韓的政策 都是形象相對比較低調 所以紀念五月日期 我去北韓 我要的東西你給不起 那他六月十九 就到平常去訪問 對所以才會有我們看到的 主要的一個是軍事一個是貿易上的協議 這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貿易 重點就是去年九月十三兩個峰會 金正恩跟普丁峰會 有達成很重要的能源交易 這個不是公開的情報 這個是我透過特殊管道 取得證實的情報 就是說俄羅斯承諾要賣給北韓 三十萬噸的金煉油 這個金煉油當然非常非常重要 因為聯合國已經長時間 對北韓做能源制裁 然後還有十萬噸的農用的柴油 這個是去年九月十三號達成的協議 俄羅斯方面要求的是 要用美元盧布或黃金來支付 因為北韓長期遭受經濟制裁 美元跟盧布的庫存根本不夠 所以在今年十二月份 金正恩把黃金 用黃金去支付這些貨款 2.94億美元 為什麼有這個金錢 因為聯合國從2016年開始 就對北韓實施經濟制裁 不准他的黃金出口 所以他庫存黃金蠻多的 十二月付完錢之後 本來在今年的三月之前 就是三十萬噸的金煉油 跟十萬噸的農用柴油 要到貨 結果這兩個到貨量都不到三分之一 主因是因為那個協議裡面是 北韓要自己來取貨 可是北韓的cargo太少 他的貨輪太少 而且又太老舊 所以一直沒辦法達到原來 預計在今年三月份 三十萬噸的金煉油 跟十萬噸的農用柴油 都不到三分之一 這個影響非常大 金煉油的影響 主要是因為北韓現在境內 他平常的產線 工廠的產線 都以百分之三十到三十五的產能 在生產 國內需求的 可是他對俄羅斯的軍武彈藥 跟短程彈飛彈的提供 他的產能是百分之一百在開 所以沒有這些能源 他製作出來的彈藥 會有品質上的問題 這個也是之前 巴韓聯合國的特殊調查官 4月27號到烏克蘭實地去調查 都有發現其實北韓的彈藥 品質一直都有問題 這個也是普丁這次去的一個主要目的 要解決這個金煉油 能夠快速的運輸到北韓 普丁這次已經有承諾要解決這個問題 第二個就是農用柴油的問題 農用柴油在今年三月不夠 這個差的話 所以我最近看到一個新聞 那個新聞確實是有影片的 就是說俄羅斯在跟烏克蘭作戰的時候 俄羅斯用大炮要打烏克蘭 可是那個大炮用的彈藥是由北韓提供 結果他們要打的時候竟然發生糖炸 糖炸 結果炸死過的人 那個影片真的是真的 對 我想說靠 那我是俄羅斯士兵 我怎麼敢用北韓的炮彈 對 所以這跟金煉油有關係 這跟金煉油有關係 因為它提高到100%的產能 它如果能源供應上上下下的 你在製造火藥填充的密度 會發生不均的現象 這個火藥填充發生不均的現象 就會容易造成爆炸不平均 造成爆炸不平均 在炮管裡面就是糖炸 所以這是其中一個原因 為什麼普丁必須要解決能源的deliver的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更大 因為10萬噸的農用柴油 在3月份沒的 春工的時候不夠 幾乎就確定說到今年的9月 北韓的飢荒、糧荒會 非常非常嚴重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主因 為什麼普丁這次到平壤 要跟北韓建立一個 不受西方制裁的貿易秩序 意思就是說北韓有這個糧食上的需求 這個俄羅斯就要提供了 所以才會有這個 它這個所謂的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主要指的就是這兩個 第一個是貿易 第二個是軍事 對 那這個對中國的影響是什麼 這個很清楚 6月19的峰會結束之後 這個如果能源的供給問題解決了之後 北韓一定是會恢復新一輪的 這個飛彈的試射 尤其它今年的試射重點 都在兩個 一個是短程彈道飛彈 而且是變軌的 短程彈道飛彈 第二個重點 今年是試射5次 就是巡弋飛彈 而且這個巡弋飛彈的彈頭 是可以搭載小型核武 這兩個武器基本上 都是要交付給俄羅斯 所以這樣北韓就更大尾了 更大尾了 那也中國法媒充黨 對呀 所以中國的威脅會提高 這是第一個 第二的就是它只會讓美日韓更加團結 所以7月9號到11號 要在華府召開75週年 北約75週年峰會 美日韓會 繼去年8月18之後 第二輪的美日韓峰會 然後可想見的 在半島周邊的 軍演的頻度強度 一定會提高 這在中國也不好 了解 對 我們今天邀請到的是 國策院的副院長 也是中山大學 亞太區研究所的所長 郭育仁博士 那郭博士 談到這個 普丁去訪問金正恩 那麼在東亞局勢 其實是有很大的變動 那這個也會影響到台灣 那大家很關心 這個俄烏戰爭的發展 所以你看接下來繼續消耗嗎 所以 陶大政大哥 在第一節的時候提到的 美國總統大選的結果 對烏克蘭戰爭的這個 後續發展 有非常非常大的影響 因為川普基本上是 主張是現狀談判 那現狀談判的話 對烏克蘭是絕對不好 那現狀談判大概有三大塊 第一塊就是克里米亞的 這個歸屬問題 如果現狀談判 俄羅斯一定是要求 國際社會跟烏克蘭要承認 克里米亞是俄羅斯的一部分 第二個部分就是在 在敦內斯克東巴斯這一塊 就是現在戰爭主要發生地 也是俄語區 也是目前俄羅斯佔領區 可能會有兩個solution 第一個就是 我覺得這個可能性不大 就是列入俄羅斯的領土之一 那第二個可能性就是列為自治區 列為自治區的話 以後再有什麼風吹草動 又變成普丁可以用兵的 一個很好的理由跟藉口 所以這是第二大塊 就是烏東地區 然後第三大塊就是 烏克蘭加入歐盟跟北約 那俄羅斯現在的態度是 烏克蘭加入歐盟 他不會有問題 可是主要還是加入北約的問題 他不會允許烏克蘭加入北約 因為北約繼續東擴的話 對俄羅斯的西邊 他的威脅性太大了 所以談判會分成這三塊 對我相信如果川普回過白宮的話 接受這三個條件的可能性不小 對 其實上個禮拜跟上上個禮拜 其實就有一些新聞出來了 就是俄羅斯其實已經有派特使 已經在跟川普的幕僚在接觸了 對對 所以如果是川普當選的話 我覺得現狀談判 從停火 局部停火 全面停火到和平談判的可能性 非常非常高 可是這個又牽扯到說 歐洲各國的態度 這個對歐洲各國傷害太大 尤其對中東歐國家的傷害太大 所以這裡面就是 最怕的在波瀾 對 所以剛剛有跟鄭大哥提到 川普明年1月20號上台 很快的第一個面對的就是5月的G7 他要跟俄羅斯談判的話 必須要跟其他六國要好好的協商 所以雖然有這個發展的傾向 可是能不能如川普所說的 24小時就結束 對 我覺得難度還是蠻高的 對對對 那像這個中國的咄咄逼人 步步進逼 在這個南海的人愛暗殺 那個福利賓為了補給馬德雷3號 那天這個武器沒收 然後大拇指弄斷 然後這個破壞通訊設備等等等 那這個事情對福利賓是很欺負的 你看這個衝突會升高嗎 結論就是說原來是低強度的衝突 譬如說水泡啦 重船啦 他的這個強度會提高 對 第二個是說會不會演變成真正的武力衝突 答案是否定的 不會 不會 因為中國是有利的一方 所以中國不會希望勢態繼續往上升 變成是軍事衝突讓美軍介入 第三 我覺得中國在爭取的 對 因為中國現在是其實第一個 他是在發洩他的不滿 我記得上次來鄭大哥的節目 特別提過 馬德雷3號 十月二麻醉的問題 在今年的夏天如果 紅台哪來 對 他可能整隻都解體了 那 那 對 結果 這個菲律賓在美國的援助之下 其實今年四月份成功的補給了三次 建築材料 所以在四月底的時候已經把 馬德雷3號的船體 加固了 所以 就不會擔心今年夏天 颱風的問題 中國是 事後才知道 就好像去美國跟菲律賓片 所以才會有最近這麼激烈的反應 另外一個是 最後一個就是中國在爭校 因為其實四月份的時候 中國其實 他有些話在聲東及西 他讓焦點全部在黃岩島跟仁愛暗殺 可是他實際在仙兵礁跟鐵鏈礁 附近他已經在堆這個珊瑚礁碎石 對 開始要吹沙田島 四月底的時候 跟菲律賓發生蠻大的衝突 在鐵鏈礁跟仙兵礁附近 因為距離仁愛暗殺或仁愛礁真的太近 中國 有像天昆號那種巨無霸的抽沙船 所以它這個抽沙田島的速度是非常非常快 那你那裡蓋起來 仁愛暗礁的戰略重要性就完全沒有了 所以我覺得中國是有一點從今年的二月 一直到現在有一點在聲東及西 他讓全世界的媒體焦點 讓美國菲律賓的焦點都在黃岩島跟仁愛礁 可是他實際上已經準備在仙兵礁 要吹沙山 對對對 你如果蓋起來 中國現在在南海已經有16個人工島 而且是完全軍事化 對 他那個總面積是高達16.75平方公里 那個範圍是非常非常大 對 你如果蓋這17個起來 那仁愛礁的這個戰略地位就完全上市了 我記得2012年 這個歐巴馬有要求習近平不可以把那裡軍事化 15年 15年 對 15年5月的時候峰會的時候 習近平也有答應呢 有答應 答應回去6月的開始軍事化 開始去了 開始軍事化 那美國也沒辦法 歐巴馬那個時候對於南海的事情 並沒有 重視 沒有太重視 對 因為那個時候 說真的 他從13年開始吹沙田島 15年開始軍事化 到19年12月完全軍事化完成 美國的戰略學者一直認為說 你在這種茫茫大海上面 該這種人工島 沒有什麼戰略意義 很容易被攻擊 對 幾枚飛彈就把它鏟掉了 讓它飛灰燕滅了 對 可是沒有想到的是 中國是逐步的擴張 就是切香腸 從內往外一直不斷地蓋人工島 所以他基本上 為了保護這個 榆林港 三亞基地 他潛艦基地 他再把他的戰略 預警時間一直在拉長 因為他越往外擴 他的預警時間又越長 對 這一點是當時 我相信 美國政府跟美軍 是史料未及 你現在被蓋起來 就變既定事實了 對 所以 每一次美國的軍機艦 美國 美軍也是相當刻意 在這個人工島 都已經 進入十二海裡 他要看 對 已經 不過那是人工島 沒有領海的問題 對美軍來講 他就自己的味道 他要看解放軍的反應 那幾次下來 解放軍果然 都沒有動手 對啊 所以 你現在好會變既成事實 醫藥 就很難處理 對 所以美國現在 為什麼一直強調 在南海的 這個 自由航行任務 就是自由航行任務 然後甚至於 全盤 其他國家也一起來執行 這個自由航行任務 主要就是要破 這個十六個人 人工島 軍事化的人工島 這個布局 可是我覺得 一旦變成既定事實之後 就很困難了 所以這對中國 未來 執行反介入 區域拒止 有幫助 在南海的人工島 主要是要控制航道 對 因為 我剛才有 卡文正大哥提到 我才剛從韓國回來 然後上個禮拜在日本開會 我是跟日本和韓國政府的官員說 這個 從印度洋過馬六甲到南海 經過台灣周邊 然後到日本韓國 這一條是能源的生命線 日本有超過九成 大概百分之九十二的能源 是走這個航道 韓國有百分之八十 結果在維護這個航道的 世界各國都派軍艦來 通過台海 包含加拿大 澳洲 德國 德國 美國 都有 甚至加拿大總理說 這個以後要變成 例行性的通過台海 結果用到這個航道 最多有兩個國家 日本和韓國 不要說軍艦 連海巡船都沒有來過 不敢來 太顧忌中國的態度 所以南海這一個人工島 主要是要控制 這個 海上航道 它有十六個人工島 基本上如果中國要的話 再搭配它的這個海警法 海上交通安全法 跟最近的海警三號令 它其實要實施登檢 要攔截你的船 要擋你的船 其實它都已經有足夠的 這個基礎建設了 所以這個是跟區距止比較無關 這個是跟控制航道有關 控制航道 對對對 我們現在訪問的是 國策院的副院長 也是中山大學亞太區域研究所的所長 郭育仁博士 那我們的國會 無到這樣 有人說後面是中國 如果後面是中國 美國敢把政府給台灣 武器啊 高階的武器 我覺得 國會調查權這件事情影響非常大 影響非常大的原因在於說 它這一次針對的調查對象 不是只有國家機密 它還涉及營業秘密 營業秘密包含台積電 這些高科技業都是它可以行使國會調查權的對象 這個是在沒有配套的法規建設底下 這個是非常非常不適當的 我有去立法院司法法治委員會找去公聽會 我在現場 我真的是瞬目結舌 我們看在野黨 國民黨的立委 這個 跟民眾黨的立委 黃國昌 還有羅志強 那兩個的發言我真的是瞬目結舌 我看12學生 早上去那拜託發言 大家都準備 資料準備摸摸 他們基本來開會還是來開會 黃國昌就差不多 像鬼打牆 連續講了十幾次說 為什麼不能看 為什麼不能看 營業秘密為什麼不能看 這個問題非常大 這個 相對的法規建設 配套措施完全沒有 不管是國家秘密或營業秘密 你國會議員 要行使調查權 你要看機密 你至少要有自律的單位 你完全沒有 自律單位 不是只有針對國會議員本身 還有他的助理 因為他助理也都會看到這些 國家跟營業秘密 所以他要有一個 常設性的自律單位 現在是沒有的 然後再來你要簽保密協議 你如果沒有 現在像廟拜拜都圓金 蘇財里的 你要保密就保密 你沒有要保密也沒關係 這個太荒謬了 第三是他完全沒有 就是說我覺得 要調查營業秘密這一塊 是我意見最多的 所以我那天在聽話也有說 你看這個口罩 三年前四年前的口罩 是國家重要物資 現在不是 我的意思就是說 你既然要調查營業秘密的話 你要一個常設性的單位 去定義 什麼叫做重要國家物資 什麼叫做國家關鍵科技 你完全沒有 我再舉一個例子 你說紡織業是夕陽產業 是這樣嗎 不是這樣 我們現在那個新材料 包含那個carbon fiber 包含ceramic carbon fiber 蛋纖維的那個編織 新材料的編織 都是以前傳統紡織業來的 我們士兵穿的那個防彈衣 那個也都是透過新材料 特殊材料的編織方式 去做來的 所以你國會本身沒有一個常設性 去定義 什麼叫做重大國家物資 什麼叫做重要的關鍵科技 你就想要看你就看 這個全世界大概沒有 權力這麼大的國會 所以我當天在公聽會 我有講 你說星鏈 美國的星鏈 它是私人公司 Starting它是私人公司 是啊 它關乎到烏克蘭這個國家的存亡 對 關乎到整個歐洲的安全局勢 美國國會會說 我想要看你的影響秘密就能看 當然不行 它要發動調查權 它有要件 符合哪些要件 國會才有調查的必要 不然你吃白銀就要給他們看 人家做研發是要賺錢的 你看看你又沒有保密的義務 你覺得黃國昌是康萊爾的博士 他會不懂這些嗎 講真的 我那天在公聽會看到的 應該不是康萊爾的法學博士 因為他完全沒有提到認了 他是康萊爾 他是空空的 就是我完全沒有聽到 他說 這一些配套的法規建設的重要性 你只有淫昧的要通過調查權 那你通過了之後 對國家的利益 不是保障 反而是更大的危害 你有沒有學財公共產黨 沒有 應該也沒有需要 所以在這種狀況之下 鄭大哥頭都要問說 美國才會信任 不要講美國 應該全世界對於台灣 通過這麼草率的國會調查權 應該不會有這個重要的 尤其高科技的公司 敢來台灣投資 因為他只要在你境內登記法人 都要被你調查 對啊 我辛辛苦苦的研發成果 在你完全沒有發動調查的法律要件 完全沒有需要 他感覺有必要 感憑感覺 他覺得有必要 他就可以查的話 這上剛剛來做台灣做研發 真的 對 你看這樣 國會的癱瘓 你看 賴清德沒有做事情 很確定的是 很確定的是 國會立法院現在的生態 對執政一定會造成非常大的撤走 然後第二個對政府 不管在國家安全 在外交 在國防上 甚至於在兩岸關係上 都會造成非常大的反效果 所以我認為說 這個 是不是北京在後面主導 我剛剛其實也沒必要做這種預測 因為現在國民黨跟民眾黨 兩個黨團提出來的這一些 國會調查權的相關的法案 其實是對國家不好的 對 也沒需要去討論說 這個是不是 就是北京在後面在指揮 實際上就是對國家不好 就是這麼簡單 你如果有配套的法規措施 大家可以理解 你有哪些發動調查權的要件 清清楚楚 這些高科技公司才敢來台灣投資 法治國家 法治國家 美國、日本、歐洲這些國家 才敢對台灣有信任 結果你都沒有完全憑感 不能這個樣子 真的 好 這個我們今天邀請到的是 國車院的副院長 也是中山大學亞太區研究所所長 郭育仁博士 非常感謝他從美國、俄屋 到菲律賓、到台灣 做這麼多國際形式的分析 感謝 謝謝大哥 好 時間到了非常感謝大家收聽 我們明天同一時間再見 拜拜